我是赵妈 今天我和妈妈来到国贸站附近 大家都知道国贸站附近有很多按摩小店 今天我会去一间新开张的按摩小店 试一试他们师傅的手势 和介绍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有什么特色的项目 现在我们一起上去广顺酒店 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赞好这条影片 留言给我们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现在讲讲给大家知道 如何去这间新的按摩小店 大家可以在罗湖搭一个站地铁 去到国贸站 在国贸站衣出口出来 就转左 见到这间中洲大药房 向前行大约100米之后转右 人民南路向南方向行 在人民南路向前行100米 就会见到广顺酒店 我们现在要上去广顺酒店 6楼608号室的富贵养生馆 搭到6楼出电梯转左 走到走廊的尽头 就会见到富贵养生馆 欢迎大家来到富贵养生馆 看看我们富贵养生馆 富贵养生馆主要是做中医淨骨料理 还有很多这些大家可以参考 有需要的可以跟着这些项目去做 带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环境 一进门口就有一个竹肉大厅 左手边就有三张竹肉按摩椅 而右手边就有两张竹肉按摩椅 另外他们还提供私隘度高的独立房间 他们除了有单人房之外 也有双人房和三人房 房间都是很光亮和企理的 在一进门口就有个厕所 有一个蹲刺在里面 这边就有个洗衣机和消毒柜 给客人换的按摩衣服都在里面 现在我找到富贵养生馆的老板娘 可以推介一下我有什么项目做 你好 超选者 你好 你好 这里有什么最推介我做的 我们有些中医症骨的 还有普通推拿 竹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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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症骨 就是全新推拿加症骨 全新推拿加症骨 这个做90分钟是268元 ok 另外呢 这边就是胎包 借主側弯 做挨救的项目 不同时间不同价钱 拔罐 收脚 采耳都有 ok 明白明白 M&BAR现在准备做中医症骨 现在拿到衣服来换 现在爸爸做中医症骨 他首先第一步是趴下 先拿他的背部 医师第一步就是帮爸爸检查一下脊椎 做中医症骨和推拿 医师都会首先帮他放松身体肌肉 现在医师就帮爸爸按一下脊椎和脊椎附近的肌肉 中医症骨是透过人工手法去调理骨落 关节和肌肉的方法 他透过调理肌肉和活化血乳的方法 可以帮助减轻疼痛症状 有经验的中医师一摸就知道你哪个位移了位 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去矫正 因为外伤或者先天发育问题 而导致骨落关节变形 身体很硬 师傅说他从差拳头的距离才能碰到屁股 好像脊柱側弯或者关节脱位 都可以透过正骨治疗进行矫正 这位正骨师告诉我 他已经有33年的中医正骨经验了 大家留心听一下拍骨的声音 这位中医师的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手法也很好 通过调理关节的活动度和肌肉张力 可以改善受损关节和肌肉的功能障碍 爸爸做中医正骨的时候 妈妈就去了做足疗 首先他会用一些特别的猪肉水浸脚 原来浸脚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可以浸 老板娘这个有什么特别 老姜粉 这个老姜是驱风 驱风的 驱寒 艾草呢 艾草也是有驱寒的作用 驱寒作用 去疲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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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状态很少听人说 用红花活血化鱼 如果脚眼有些人觉得很疲 有些少少鱼的更好些 用红花活血化 那这个呢 玫瑰香肉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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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女士睡觉睡不好 对睡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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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就是白皮肤 滑滑滑滑的浸完之后 通常都是可以给客人自己选的 是的 客人喜好 客人喜好不同 有很多不同款式选 大家可以选自己喜欢的 竹肉的水 放了姜下去 活血化鱼 驱风 在浸脚的同时 按摩师就帮妈妈按下肩颈 现在城市人 个个用手机都变成低头族 相信很多人都面对肩颈酸痛的问题 定期做按摩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肌肉放松 经常性地做肩颈按摩 更可以增加颈部活动范围 提高颈部灵活性 和减少颈部僵硬 中医症骨师 拉起这几下 爸爸就做完中医症骨了 这间新开的富贵养生馆 虽然店铺不算太大 不过胜在他们的师傅 这间新开的富贵养生馆 虽然店铺不算太大 不过胜在他们的师傅经验非常丰富 特别是那位有33年经验的中医症骨师傅 加上另一位有十多年中医症骨经验的师傅 他们两个就做了这间店的镇店之宝 富贵养生馆也有其他按摩师 好事这位女按摩师就帮这位先生做推药按摩 现在富贵养生馆新章营业期间 做一个很特胃的价钱 50分钟足疗只需要58元人民币 我推介大家来试试中医症骨和推拿 如果有需要大家可以透过以上电话预约服务 做完按摩之后我们就走到旁边的金光华广场找食物 今次就试试这间四季椰林 我们在大众点名找了个200多元的椰子鸡火锅套餐 他们标榜整个火锅套底都没有一滴水 全部都是椰子水来的 我们吃了这个套餐觉得性价比都很高 今次就分享着这么多先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次的分享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赞好这条影片 留言给我们 还有分享这条短片给你的朋友 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资讯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